如一芳菲者的热播中 芙蓉梦见自己前世和今生下场很悲惨 还都是嫁给了苏王 苏王死了就死了还让自己给苏王陪葬 当时叫天天不应叫滴滴不灵的那种无助的心情 用尽力气推开观告 观告上全是芙蓉的学技 芙蓉前世的命运改不了 难道今生芙蓉的命令又要悲剧重演吗 妈呀编剧你确定这是女主的剧本吗 既然这样手怪我们芙蓉逆天改命了 越是不想见到的人越是三番五次的遇见 不仅遇见了好像要发生点什么了 芙蓉生怕殴头刘巴 格外的小心翼翼 但还是阴炸阳错的刘巴了 剧嘴或手还是素王 芙蓉小声嘀咕只能认命了 哈哈我怎么听出了很开心的感觉呢 两人余夜弹心 芙蓉画了一个美美的花店 这下让素王彻底沦向了 素王看芙蓉的眼神也太温柔了 芙蓉和素王坐在屋檐下谈话 芙蓉向素王表达了感谢之情 以及对她之前做法的理解之情 交谈中芙蓉得知 原来素王在背后默默为自己做了那么多 送吃的送药送散 内心不乏一阵感动 哈哈素王你成功复获了芙蓉的芳心 素王别再散发美力了 友谊还业务能力强 然而没法拒绝 游汉透露芙蓉素王感情迅速发展 遭到了一直喜欢素王的郡主嫉妒 郡主依然深恨 芙蓉打魂当夜遭表妹暗杀 素王挡尽身亡 芙蓉抱起崩溃同国 玛雅还是没有逃过命令的安排 确定的人就算预知了未来也躲不开 话说如果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你会怎么做呢